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昨天做了一条片有关于社工注册局 给特区政府官员劳福谷局长孙玉涵点名 为何把陈鸿秀所谓有案在身的社工加入基律委员会中其中的工作呢 现在看来社工注册局虽然站得很硬 不过都是劫数难逃 要完善社工注册局的组成方式 文说行会已经通过了 就将委任的人数大幅增加 一个个专业一个个专业被摧毁 就是今天特区政府所做的东西 香港要面对的东西 待会再说 VPN除了可以隐藏你的身份和保护你的私隐之外 还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网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VPN之后 不同地区的电影和剧集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网上游戏 用了VPN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网上订酒店机票或者买东西 用了VPN 你身处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优惠 VPN是一个户口可以有六个设备一齐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的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了 订购两年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全数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试一下 我一直都说过 社工注册局的主席 昀明 继孙玉咸写了成千字文 数他五中罪之后 他写了三千多字的文章去反驳 也都在电台那里逐点去澄清 就说会不会孙玉咸误会了我呢 我想约他见面 那么孙玉咸就一口拒绝了 他见记者的时候说我没有误会 我没有任何的误解 没有地方需要澄清 现在不是政治的问题 这个完善管治的方案 很快就会可以提出来的 一直是收到 我作为局长 官威真的很大 我是局长 以前香港的官不是这样的 是比较宽怯一些的 官是怎样的 你官就是公僕 就是纳税人公养你 他现在不是 有官就是有权 我作为局长 一直收到社工注册局的工作回报 对他工作很清楚 现在主席说误解 我没有误解 没有任何误解 我非常清晰 没有任何地方需要澄清 你看 是这样的 他现在令人担忧 有严重的问题 偏离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 担心专业团体 被一小撮人的利益 凌駕公众利益 損害者社工的专业性 这些说话完全反过来来说 社工注册局想维护 想捍卫社工的专业性 亦都想捍卫香港的法治 就叫做无罪推定 没有案在身 不过未判罪 为什么不让人做事呢 所以说卢福局是要有完善注册局的管子 已经说过了 今天行会通过了 强调所有的担忧 不牵涉到政治 纯粹是保障公众利益 接着他说了 他问了 陈鸿秀未被定罪 卢福局的做法是不是戒线过严呢 孙若咸表示 纪委会秘书小组委员 若涉及法庭部动案 是不是一定要找他下去 条线是不是移得太过分 现在的身为局长见到注册局 行径严重偏离条例精神 就有责任指出 提出行动完善管子 未有定罪 不是定罪 是不是 審都未審 待会说一下 整件案的程序是怎样 審都未審 我说律政司的上诉 为什么他说 是不是要 如果成员涉及法庭部动案 是不是一定要找他下去 条线是不是移得太过分 我就想问了 在香港 是不是政府一告你 律政司一告你一定有罪的 很明显不是 陈鸿秀就是不是 第一审的时候 连表面证据都不成立 当庭释放 就是说不是说捉了你 一定判你有罪 当然在今时今日 可能在孙玉咸 在李家超眼中 法庭 警方一抓你 律政司一告你 法庭一定要判你有罪 尤其是这些政治罪 可能 他第一审 说 连表面证据都不成立 这个是例外 是极罕有的例外 是不是 现在再告你 你一定是有罪的 所以就不应该给你做 他就说清楚了 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是不是 你说香港今时不同 往日的了 好了 陈鸿秀就回应了 亦都在电台节目那里 他说看到孙玉咸 那篇文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我呢 2020年9月 已经获得法庭裁定 表面证据不成立 撤销控罪 不过那个法官就已经疑有问了 叫沈小文 疑有问了 那就找第二个法官审 说不定可能有罪了 他就说 2022年留意到不少的案件和儿童院舍 和康复界的事件有关 我觉得 自己真是拥有丰富经验 所以呢 2022年的10月就决定参选纪律 被选委员 其实这是选出来的 大部分社工注册局的成员呢 都是由社工界 社工自己选出来的 一个自我监管的机构 那么他说 委员会的工作是什么呢 如果有社工被投诉 部分委员就会 简选检视案件 聆听各方的意见 判定社工有没有违反注册守则 严重就会吊烧牌照 这样 他说他在任的时候都没有 简选过 那接着他就说了 律政司2021年12月提出上诉 他再被拘捕 交出旅游证件 不准离开香港 他说 现在的身份呢 仍然是 no case no case to answer 表面证据不成立的 上诉法院呢 未宣判案件 说要发还重审 你提了上诉 他未说要发还重审 没有人劝他退选 他说案件会今年年尾重审的 他选的时候没有说要重审 他说如果被定罪 根据现有的程序呢 可能呢 不能任职射工 以及不能担任被选委员 这个我同意呀 估物论结果合不合理 根据现在的规程真的不准 所以这个是没东西好说的 当时我是no case的 无罪之身 为什么不准我做呢 什么叫做条线移得太过分呢 有没有移到条线呢 很简单 如果你是被定罪 你的社工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这个纪律委员会的被选委员都没得做 这个完全明白 这个程序是这样的 就是无论他被判有罪 没有罪 合理不合理都是 有罪 没有得做社工 然后 不能做纪律委员会 现在 本来是表面证据不成立 是没有罪 没有 no case 现在上诉 未審 都是没有罪 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如果说条线移得太过分 那个条线移得太过分 是不是特区政府自己 不停移条线呢 是不是 针对一个人 你这么大阵仗 将整个社工注册 几乎拆了 这个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陈鸿秀就说 你不就直接跟我说 你不找我帮手了 不用你帮手了 为什么你要针对我 而要拆除社工注册呢 很简单 不想你帮手了 不用你做了 那你就辞职了 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那么现在怎么拆法呢 其实就是 李家超今天开行会之前已经说了 他说 现在据消息说 会增加社工注册局委任成员的比例 要过例的 要过条例的 要在立法会过的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就说 支持就任何撥乱反正的措施 任何需要修正错误 或者系统不完善的修正 都觉得应该做的 对这个努复局 的处理是有信心 OK 现在 据了解 消息人士说 好像已经过了 现在 目前的社工注册局 是15个成员组成的 8个人由选举产生 6个人由行政长官委任 即是 选举的就是8个 委任的就是6个 一个人就是 社会福利署署署署署的代表 完善了之后 会增加到20几个 现在增加到20几个 说委任成员 是佔多数 好像 27、8个 30个留下 委任成员是佔多数 总之委任成员 是要 多过你 选举产生的成员 社工之间 亦都要宣誓 国安法那些 后中特区那些 你听完之后 没有 即是鸡蛋和高墙 是吧 我一条片说 五蕊明 社工注册的主席站得很硬 是吧 逐点反驳 逐点澄清 受彩遇着兵 那些是兵来的 个个都是战狼来的 个个都 要枪有枪要炮 要炮有法律 要有法律 权在你手 那作为一个 普通的读书人 作为一个受彩 道理就说了 要做的事 都做尽了 是吧 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 当守的道已经守尽了 当跑的道已经跑了 那没办法 只能够在历史上 写下一个过程 写下一个记录 一个 守卫着社工界专业的 社工注册局主席 尽了他的力量 写了 这个澄清的 反驳的 这个文章 亦都在电台解释了 发生什么事 但是当权的人 因为有权在手 一心要整治你 整顿你 他是不会听的 用这个方法 当然是你赢的 当然是你赢的 你有权在手 你有法律 你怎会不赢呢 是不是 不单只赢就要赢到尽 但问题 对整个业界 影响会是怎样呢 总之 我 认为你有问题 我就针对你了 我不单止你不能做社工注册局 是不是 你过往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随时都可能被 取消资格 变成了教师 教师是这样的 教师是教育局 说你不能做就不能做了 说你有些言行不符 就不能做了 就钉你牌 现在社工 随时也是 报教师的后塵 但是 一般的市民 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日常生活 他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 整个专业界 因此而沉淪 这个 根本就是无可避免 看着他沉 但是你没办法去挽救 还是有权的人 把船转 转到熔熔烂烂 跌下去 不能翻身 香港今天的写照就是这样 聊到这里的欲支持 我非常同心 这一块channel 多谢您收听 再见 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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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